谁能想到,糯米中加入清水,浸泡一个晚上,在上锅蒸一蒸,瞬间编成大酒店,桌桌必点的特色美食。 外焦里糯,很多人都没吃过,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。 首先,泡好的糯米上锅,蒸30分钟。 锅中油热,倒入切好的腊肠丁,炒出多余的油脂。 加入切好的香锅丁,胡萝卜丁,继续翻炒,炒至断生。 然后加入香芹丁,葱花,调味加点盐,鸡精,胡椒粉,生抽,再次给它翻炒均匀。 倒入我们蒸好的糯米,翻炒均匀就可以了。 接着我们准备适量纯手工豆腐皮,它可以包各种馅料,炒菜炖汤都非常美味,配料表也很干净。 取出一张,放上我们的糯米,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包起来,直接吃也非常的美味,也可以放到店饼档里。 给它煎至两面焦黄酥脆。 改刀撞上盘中,一道好吃的腐皮糯米卷就做好了。 色香味俱全,外酥里糯,营养又丰富,老人小孩都爱吃,喜欢你也试试吧。